館長陳之漢開直播哭訴 說自己健身房被人家查稅 或是被查有沒有違規 那麼他還開玩笑說 那以後都要打六支高端 才能夠進他開的健身房 到底是不是真的被查水表呢 後來搞了半天發現是一場烏龍 把時間交給記者王韻竹 來看網紅館長陳之漢日前直播 他哭訴了自己的名下七間公司 同時被抽查 其中包括查稅的空氣品質 要民進黨政府說 可不可以放他一碼 不過現在呢 這個卻被爆出一切 好像是鬧烏龍 在前一天他也改口澄清了 說這不是被財政部給稽查 因為新政院就表示了 說這一波其實不是查稅 也不是所謂的聯合稽查 而是所謂的工商普查 那麼這樣的資料是保密 用來提供統計之用 也不會移作課稅 事件可以說是算是嚴重的誤解 好 那麼據了解呢 館長他們的這個公司 其實被查了兩次 其中有一次是這個六七月的工商普查 通常是五年一次 也不是連續五年都來查 另外還有一次 則是在八月二十二號 新北市府的環保局 派人來查了健身房的空氣品質 市府當時也說這是例行性的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查 那麼當時的檢查 空氣品質並不符合標準 現在館長的說法好像鬧了烏龍 會不會來要求館長道歉 行政院長蘇貞昌他表示說 現在有說清楚講明白就好了 不過政治評論員溫朗東就指出了 說這館長共被查兩次 但都是新北的侯市府派員來擠查 這要說民進黨整他好像有一點太牽強了 要說話 就給例子 內空氣品質定期間 實際上 Lun Sang-L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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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g-Lun